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一包白色粉末 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两口 说这东西能救命 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一碗汤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一勺的白色粉末 米饭上也加了两勺 吃得津津有味 酒足饭饱喝点水 水里竟然也加了一勺 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 大叔表示非常美味 同事决定尝一下 闭口下去 差点被送走 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 同事觉得他有病 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 大叔一脸傲娇 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 自己喝醉后 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 结果迷迷糊糊中 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 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时机 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 每天都要吃200克 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 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 反而还更有精神了 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 此话怎讲 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式的罕见疾病 为了控制病情 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 很多得这个病的人 过不了多久就会死 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 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 控制了病情恶化 但真的是这样吗 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 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 还导致了糖尿病 也就是说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 反而还加重了 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 要相信科学 大叔表示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 不过为了健康 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 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每天睡觉前 整个楼的人都要摸一摸水管 确定没动静才敢睡觉 因为一到半夜 公寓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 声音开始前水管就会震动 已经成了一种信号 哭声是从墙里传来的 声音大到整个房间都有回声 小哥说这声音听着非常恐怖 有多恐怖呢 接着打开了自己路道的声音 这声音一般都会持续90分钟 你可以想象一下 半夜12点 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 有多甚人 公寓住户都听到过哭声 也录到过一样的声音 他们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 物业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 但声音仍然存在 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有人都不敢回家 只能在外面租房住 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 记者拿着路道的声音去找专家 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专家表示这声音很有规律 更像是一种人为录制剪辑过的 简单来说 应该是有人专门录制了这个哭声 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在搞恶作剧呢 大家在公寓安装了摄像头 想找到这个罪魁祸首 接下来就等声音出现了 结果等了一晚上 完全没有声音 大家没有放弃 继续在公寓布置了更多摄像头 一直等了两天 声音都没再出现 真是奇了怪了 其实我觉得 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 很明显 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 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 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 包里每天都装着十多双袜子 外加一条毛巾 同事都觉得他有病 而他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 有多严重呢 大家做了个测验 不到三分钟 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 甚至直接滴了下来 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 这还不算什么 更让他尴尬的是夜下 夜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 看恐怖片的时候 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 被子一湿一大片 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 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 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十多双袜子 方便随时换一双 因为手滑 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 下班回家呢 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 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 瞬间就进湿了 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 写工作报告 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 小姐姐表示 这些他都能接受 最让他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 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 做日料 手握寿司之类的 因为多汗症 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 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 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 最后小姐姐也想看了 既然无法改变现状 那就接受他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最近还做起了直播 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 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 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 大叔每次做饭 要先洗一盆碎玻璃 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 直接就端上了餐桌 放着一桌菜不吃 他却只想吃玻璃 老婆怕他吃死了 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 就上一口菜 但大叔根本不听 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 一天吃的玻璃 可以填满两个啤酒杯 现在还越来越离谱 上班都要带着 满满一杯玻璃茶子 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 走到哪都带着 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 挑挑剪剪弄了一大袋 回家还要根据口味 给他们分类 不同厚度的玻璃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 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 吃起来酥脆有嚼劲 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 不过那也很爽口 记者忍不住问他 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 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 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 大叔你冷静点了胃 来到晚上大叔去聚餐 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 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 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 酒足饭饱后 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 都是因为二十年前的那件小事 当年大叔还是个 出入职场的矛头小伙子 刚签了一个大合同 正在陪客户吃饭 由于自己不能喝酒 被客户一番羞辱 说他不言们 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 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 就这样为一吃还吃上瘾了 现在大家都想知道 他身体真的健康吗 没想到啊 大叔却在医生面前 表演起了吃玻璃 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 啥也别说了 直接上一期检查吧 检查发现大叔 其实有肠道问题 医生说大概率 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 否则会导致肠梗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这猫有个怪癖 连医生都大为震惊 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 给他做了个泡菜拌饭 但小白很挑剔 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 一粒米饭都没吃 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 刚捡回来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吃 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 他竟然两眼发光 一直叫个不停 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 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 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 不过那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 主人也很听话 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 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 没想到啊 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 那就希望小白尽快借掉泡菜 做个正经猫咪吧 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 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 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 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 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 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一碗 就会被撕得粉碎 怕大家不信 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 锁上了唯一的大门 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 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 等人聚齐后才打开门 真有这么夸张吗 大家一起来到后厨 记者也被震撼到 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 碎片散落一地 像是被腐蚀了一样 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 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 不可能没事去摇手套 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 那也不太成立 不过的痕迹太古规则 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 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大家越猜店主越慌 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 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 边边角角也不放过 又安装了摄像机 不管是人是鬼 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 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 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 关键地上干干净净 一个脚印也没有 这下大家更慌了 难不成真有那东西 大家赶紧查看录像 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 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 画面说不出的诡异 大家不由的后背发凉 赶紧寻求专家帮助 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粉应 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 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 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 对食物进行消毒 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 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 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 随着浓度升高 橡胶手套就被氧化 从而老化断裂 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 密闭空间内 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 很快就被氧化掉了 专家说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 把臭氧排到室外 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店主乖乖照做 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 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 省流氧化反应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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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